欢迎来到沈西美初娘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自然面筋操蜡子 我上次跟你说这个面筋好吃炒菜 刚好昨天又做了干面皮了 所以又面筋了 你看这面筋就是死成块块 拿瘦死的 煮了以后拿瘦死 这样的话味才能好进去 你看没有 食材非常简单 就是这就是面筋 撕成这就行了 撕完记着把里头的水挤掉 不要让你势不积极的 一定要干的 现在咱们切蜡子 这蜡子呢 你看你蜡的程度 这蜡子呢就是说 它比青辣椒辣 但是呢比特别辣的辣椒不太辣 所以我觉得这个炒菜的就刚好 让我们来切一下 这个很好切 我们就把它切成这样就行 辣子切好了 我说一下这个孜然 孜然呢一定要买孜然粒 不要买粉 为啥呢 我上次已经说过 孜然粒是香的 孜然粉它是经过加工 加工以后呢自带一个苦味 所以一定要买孜然粒 你闻一下 香的很 和你粉的话 你一加热以后 它就是一个苦味特别重 完了以后呢 你要是觉得要想让它口感好一点呢 不想让这么粗烂 你稍微用那个破壁机把它搅一下 打碎 不用带着开碎 差不多就行了 就这样 你看 香的很 闻一下 味道马上都出来了 我们现在开始炒菜 这锅里头先放油 这个因为是素菜 你可以放的稍微多点 我们先炒辣子 我这个油 因为油没有放得太热 像让它蹦的到处有四个 然后呢我就放点盐 辣子越糙越不辣 所以你要想吃辣呢 你就少炒一会儿时间 你要咸它太辣 你就多炒一会儿时间 这辣子差不多了 下两个放自然 把自然先炒下 OK 往后呢 放咱里这 煸紧 这个菜非常的简单 但是非常的清爽好吃 爽口 一点生抽 所以一点点水 就让它稍微要 让辣子稍微炒长一点 自己 我已经可以闻出来 这个辣子 蛮辣的 所以我把它稍微炒长一点时间 一般的家里人就可以吃 在这时候呢 我稍微尝一下 这个自然的味道够不够 我还要放点自然 不要炒在底下碎辣辣的 你刚才不是倒了一点水啊 所以一定要把底下的水炒干 就好了 所以就完全你看 辣子已经碾下去了 完了 你这味都进来了 就行了 非常简单 看一下 这个菜操好了 看一下面积 我跟你说 这个饭的菜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吃这个自然的香味 那顺便说一下 山西菜的特点 不是说 其实陕西菜的特点 调味的重点在于 就是少就是多 英文说 less is more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加很多的料 但是要突出一个主味 这是陕西菜的特点 所以这个菜 突出的特点就是自然 所以你看它没有加什么五香粉 什么什么花椒都不加 就是自然 完了以后加一点盐 加一点盐 加一点点酱油的香 把这个辣椒里头的香味 香辣提出来 完了以后 主要是来靠自然 来把这个整体的 这个辣椒是又辣又香 所以这个菜的注味 就是自然的香 这也就为什么我刚才说 你一定要买自然粒 而不是自然粉 因为自然粉是苦的 尝一下 我先尝一下面紧 香烫 再尝一下辣子 我跟你说 这个辣子好吃的很 闻着辣 我刚才炒 把我们家人都弄得咳嗽不行的 吃着 又甜又辣 好吃的很 这个菜 我跟你说 假摩 弄蜜粉 弄个面 都特别好吃 又简单又美味 再尝一口 嗯 所以空口吃 没烫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了吗 呢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